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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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應徵這份工作 好像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不僅要考我術科歷史 還得要通過一層層的關卡 楊老師 第一步要先知道楊老師 第一個應該要先認識你才對 因為楊老師是這個 舞蹈界裡面的整備 也是經過楊老師見地 才可以 所以你是他教出來的 對 他是我的啟蒙老師 啟蒙老師 那現在變成是我的啟蒙老師 是 那我們兩個算是同輩了 這樣好 雖然我和劉老師 都敗在楊昌雄老師的門下 但論起功力 我可是查人家一大結 這聲師姐叫得可心虛了 楊老師說台灣的國標舞 是從美軍俱樂部所傳出來的舞蹈 但在4050年代 卻是被嚴禁的 一般民間百姓如果要跳舞 還必須先到警察局報備 公務人員呢 則是完全不能進入舞場的 不過愛跳舞的他 可管不了那麼多 從20多歲開始 就是舞廳裡面的台車 當初你常常去站舞聽到嗎 多少還去一點 但是那個時代不能 那個時候是嚴禁的耶 不是很能受接受的 民國59年以後 中華民國國際標準舞協會成立 這個協會成立以後呢 正式的這個國際標準舞 引進正式的世界各國的那個舞步啊 這個時候開始這個舞蹈 不如另外一個女生 台灣舞蹈走過了保守的年代 終於在幾年之後展開出新的局面 楊老師說從舞蹈中 不僅可以看出四局的轉變 也可以觀察出景氣的好壞 在1980年代景氣大好的時候 全台灣的舞蹈教室呢 就有將近三千多家 各大舞廳都是人脈為患 社交舞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娛樂 那基礎的話 我要從哪裡開始學起 剛開始應該從最簡單的社交開始 楊老師雖然說 社交舞是最基礎的 但還是得掌握身體的曲線與力量 從四拍的舞步開始 慢慢的去抓住節奏 幾個舞步下來 連老師都誇讚我 是學舞蹈的料 但如果還想要多學點 高難度的技巧的話呢 還得找一個比較內行的舞伴 才能夠四番功倍 師姐 你不曉得這個是 現在 我國際標準是掌門人的 掌門人是他 IDSF中華總會的會長 會長 失禁了 這個是不得來的人物 什麼資深 資深美少女 不好意思 那個有眼無珠不知道 您在這個國標舞界 居然是響叮噹的人物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您要先馬上讓我看一下 這口說無憑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是誰還是誰 身為台灣國際舞的掌門人師姐 劉美麗光榮是栗子 可是露露騰的 她不但是首拍國人 到英國深造運動舞蹈的第一人 同時也是 中華台北國家級的採探教練 有一個實力這麼堅強的舞伴 我看我應該很快 就可以跟國手一樣出國比賽囉 我心臟噗噗噗噗噗噗的跳 我心臟噗噗噗噗噗的跳 你落在我手上 你怎麼可能會不會跳呢 好高厲害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會變得 我會跳舞 就這樣轉轉跳跳 我竟然把一首Tango學起來了 還真的是給我莫大的鼓勵呢 跳舞跳了20多年的劉老師 精通各國各式的舞蹈 從社交舞到高難度的運動舞 每一項都難不倒他 其實這一家這個舞蹈教室 是台北市裡面最老的一個教室 而且在這個教室裡面 還培養出非常多非常多的 國手級的老師 對 我們這家教室已經三十幾年了 那我們這裡也是國手的培訓中心 知道我們國手 開始要先學什麼嗎 學什麼 先學怎麼讓教室不滑 削辣 怎麼連國手來這裡 也得乖乖的拿起辣塊 用辣讓舞蹈教室的地板呢 變成適合練舞的滑步 打滿辣穴的地板 最後還得要靠舞者 用舞鞋摩擦出來的熱力消融 讓練舞時不會因為太滑而跌倒 來這裡的舞者 雖然都是從削辣開始學起 但現在卻各個都是國家級的選手 看一下側面 有看到嗎 他們的側面 腳槍啦 不是看臉啦 有沒有看到 你看那個學國標舞的女孩子 那個姿態 那個腳槍 很瘦的 一定都是的 一定都是的 但是他們現在是練結石 但是如果說 以我們這個 資深美少女來講的話 是 揚手 眉毛腳 穿上去 快點 我也是要練 看看這些舞者的身材 根本就沒有一絲的脆肉 因為國標舞不僅能夠修飾身形 一堂舞跳下來 消耗的運動量還相當於 跑了兩三千公尺這麼多 劉老師說台灣因為文化與教育的因素 許多舞者呢 都是從大學之後才開始學跳舞 一跳就跳上了世界舞台 在世界的運動舞台上偏偏起舞的 就是彭彥鳴與季信祺 他們用優雅純熟的舞姿 為台灣奪下四孕第十六名 這也是台灣創下最好的成績 舞技精湛的他們不說 您肯定不會知道的 他們都是到了大學 才半路出家來練舞 所以你是進北科以後 才開始學國標舞 對 學幾年 到目前是七年多 七年多 他進北科的時候也才幾歲 你看喔 才剛開始接觸那個國標舞 他真的不會跳舞 本來都不會跳 那我問你 你為什麼會想要去學國標舞 因為在跳國標的每一個人 都是主角 對 學這種感覺是非常好 想要做零七 你是四星才開始接觸國標舞 對 而且大三才開始 那你學幾年以後 就開始出來外面闖蕩舞台 大概也是一年吧 一年就開始比賽 這麼厲害啊 雖然學跳舞永遠不嫌晚 但是在台灣卻很少人 有勇氣把跳舞當成終身的職志 因為從事舞蹈教學 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兩萬多塊 連一件舞衣的錢都不夠 更別說是當選手了 可能完全都沒有收入的 而進一家舞蹈教室 從房租到私資成本都高得下人 賺下來獲利不到一成 沒有理想及熱情根本蹭不下去 今天這個我介紹的職業 要尊重地告訴大家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興趣 但是你如果想要來當老師的話 把它當一個終身職業的話 看來恐怕你必須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 還有可能你會 餓 國標舞收入的不穩定 讓很多人打了退堂鼓 卻讓許多人激出更多的熱情支撐 與舞伴一起咬牙練習 也一起跳上了國際舞台 長時間練下來 原本的舞伴一不小心 都變成了一生的彈氣舞 你說要練習 但沒想起 不讓我離開到孤寂 願景 我碰過以後只有兩個字 就是幸福 真的啊 對不對 他們就是幸福 就是一種昇華 對啊 我就覺得那個怎麼樣跳 你看多久 可能也許很久沒有練 或者是怎樣 但是 跳起來那個默契超好的 你知道嗎 那感覺就完全都不一樣 真的 厲害… 劉美麗 葉蓉玉老師的默契 與甜蜜 都在舞步中完整地呈現 大學開始他們就是 無償裡面隨便人稱獻的一隊 兩人還一起於1989年 在加拿大舉辦的 世界杯國際公開賽中 打下冠軍 就算現在已經退到了教學領域 但功力絲毫未減 我們的舞蹈看起來就是 看得到我們就是年輕 對 然後我們就是爆發力 或是什麼的 可是他們的舞蹈 已經逐漸的由外然後到內 然後再從內到外 然後逐漸的從舞蹈 然後昇華到他們的人生 一個轉圈 一個下腰 在一首曲子裡面 就可以看出兩個人的默契 國標舞雖然不好學 但老師說呢 有心開始就不嫌晚 只是這一次呢 我竟然忘了帶最重要的舞伴來了 對不起 您的舞伴要借我一下 您請退席 我們準備來聽到你 換我來跳倫巴 我穿這樣子可以嗎 練習的時候 我們原則上我們練習 是比較要求說 比較沒有說嚴格要求 所以我這樣練習沒有關係 但是正式場合的 不行 不行喔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如果以他穿那樣子的話 你穿這樣子的話就是 怎麼樣都不搭嘛 就是唯一款服裝規則 對 帥哥 真的 不好意思 你的衣服要你穿一下 我的衣服 你的衣服 快點衣服 不行啦 我覺得那個兔子這樣 兔子 因為國標男生 褲子會做比較稍微 要穿高腰的喔 對 你剛剛不是說 為什麼要跑穿高腰的 因為這樣子 其實他穿這件還很好看啊 還滿好看 只是肚子的問題 本來就是肚子的問題 不是 肚子 是褲子 是褲子 還是一樣 肚子 好 收個小褲子應該還好 這件可以吧 拉鍊沒有拉起來 這件比較好 這件比較好 拉鍊可以拉起來 這件好很多 這件好很多 好很多嗎 很多很多 我已經貴身苦瓜 對 這真的不是一件 容易穿的衣服 沒有修長的身材 恐怕很難把肉給擠進去 我好不容易呢 把身材變得修長了 觀眾朋友 就不要見笑囉 劉老師說 舞者的舞衣呢 每一件都是訂做的 而且這價位可不便宜 隨便一套 最起碼四萬塊以上 對 像這個身材就不要 站好 不是這樣喔 因為我們背號都在這後面 所以他背部如果不平的話 那就不用跳了 所以我OK嗎 非常好 因為我們老師說 只要你背部一厚起來 就不用跳了 那現在只差哪裡 就差前面這邊就對了 前面 我就是只能靠前面而已 臉啦 穿上這支舞衣之後 每一位選手 從儀態到臉部表情 都非常的到位 平常他們除了要練習舞技之外 另外還要學會 怎麼樣才能夠氣勢靈人 對 對 選手喔 如果要幫選手的要件就是 不能用眼睛看的人 真的可以看人 要用鼻孔看人 真的嗎 對 用鼻孔看人喔 這有道理喔 因為你呢 一旦那個鼻子呢 往上稍微抬一下 你後面啊 你看背部看後面 背線就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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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背部就會直接停起來 對 原來就是這樣 氣勢都出來了 這樣嗎 就是這樣 老師說 氣勢是要靠練習和身體的延展 才能表現出來的 透過不斷的練習 舞者只需要一個眼神 就可以了解對方的動作 想要達到這樣的默契 最起碼五年 世界著名的那個國標舞 裡面看到的倫巴 對 它是拉丁舞 那我先學的那個基本步是什麼 好 我們先學基本步的話 它是前進後退 然後所以男生的手要給女生 所以男生的手是這樣 然後女生一隻手就好 又被稱為愛情之舞的倫巴 運用四分之四拍的節奏 讓舞步跳起來是既輕盈又有氣勢 從固定的步伐當中 就可以看出身體展現出來的爆發力 其中的八字腰這樣一個基本動作 上半身是不能動的 打開與肩同寬的步伐 先斜前再斜後的來回扭動 讓我跳得可一點也不輕鬆 除了倫巴之外 這裡的熱門舞蹈 還得要學習一下華爾茲 幸福的雙人舞來自於內斂的普登舞 雖然沒有拉丁舞蹈的力道 但神韻與手勢卻也是不容易學會的 在這間三十幾年的舞蹈教室當中 主要以培育學生為主 一整年下來除了十一月十二月 一位聖誕節以及尾牙表演 讓教室能夠有明顯的業績 其他月份幾乎只能靠固定的學生 來這裡學習舞蹈 不過這裡的老師們可不擔心那麼多 只要有舞可以跳 就是他們最快樂的事情 老師 我們待會兒是不是也應該去 舞廳實際上好好跳一下 你看我那個華爾茲也跳得不錯 對不對 可以帶你去試看看 所以所有觀眾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邊練習一下 可以跳幾下 可以減肥 碩身 對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去美女走了 走 來去舞廳 國標舞在台灣已經落地 生根了半個世紀之多 除了舞蹈教室之外 在台北還有很多所謂的舞廳 讓愛跳舞的人 有一個交流舞技的空間 這裡就是舞廳 舞場 舞場 電舞的舞場 不是舞廳 舞場跟舞廳有什麼不一樣 舞場就是沒有在做台 然後完全是純運動性質 然後舞廳是我對 有女生在鐵士叫做舞廳 說實話 舞廳 舞場 兩者之間的不同 從舞到現在才知道 這裡面到底有著什麼樣的不同呢 跳舞沒有身材火辣的美女 活縮在五顏六色的燈光之下 說什麼我都不敢相信 要自己帶飯 要自己吸飯 我們這邊有互相邀請 但是我們沒有在做台 就是說你可以自由去邀請 你不用附會給他 不用附會的 我們是自由 你尋找跟你這個 差不多的五折 這麼健康喔 非常健康 而且又衛生 所以你應該算是這個 體育休閒場所 對 你這樣子講講的 好像這邊應該是體育館的感覺 有那麼健康嗎 你帶我去看一下 老師說舞場是一個健康的休閒場所 平常不僅有很多的選手 會在這裡練習 假日更會舉辦對抗賽 讓練舞的人呢 有更多磨練的機會 對 我們從這邊走 這裡就是 左邊這邊就是我們的這個自由區 男生可以請女生護請的 那這邊就是代辦區 就是有代辦的人 有選手在練習在跳的 這跟我想像中的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在那邊練了半天 然後來到這個舞場給我的感覺 又是不一樣的一個環境 跟教室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跟我想像中的也完全都不一樣 這實在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這何止是不一樣而已 眼前的這一座大舞池呢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五光時射的旋轉燈光是有 男人 女人也有 曼妙的舞姿也有 但總覺得缺少了那麼一點點 缺少了那麼一點點 想像中粉粉的味道 這時候我終於能夠理解老闆所說的 他們這裡健康多了 在舞場裡面翩翩起舞的客人呢 是因為熱愛國標舞 來這裡切磋舞技的 不同於舞廳的 或是場邊舞 這裡感覺反倒比較像是體育館 其實這家舞廳在西門町 已經有多年的歷史 許多熱愛跳舞的朋友 經常會來這裡練練舞步 所以場上你可以看到 每位舞技都不差 據說裡面不乏職業級的高手 另外這裡除了是 台北最大的舞廳之外 也經常舉辦大型比賽 三面開放式的舞台設計 讓大家在不同的角度上 都能欣賞到舞者精采的舞步 你好…不好意思 這個是全東阪妳小姐 這是我們新北戶堂的 服裝部的李老闆 李老闆妳好…老師妳好… 待會您可以帶我跳一下嗎 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舞場 那我想說看有沒有機會 能夠感受一下這個 台北最大的舞場的 他們的舞廳的豪華設備 還有他們的高級的地板 我穿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鞋子的方便不行 穿這鞋子不行喔 對… 還是要穿標準的鞋子 穿標準 因為你穿這個跳舞 你會不方便跳 可是穿球鞋不是比較方便嗎 沒有 球鞋裡面是膠底的 你這樣穿起來覺得不滑 不滑 不夠滑 不會滑 對 那我要去換一雙 沒準備好任何配備也沒關係 在這個舞場裡面 還有專業的舞蹈用品專賣店 至於想來這裡買醉的 恐怕要失望了 老闆娘穿好 老闆娘不只算我便宜的這個舞鞋 好穿嗎 不錯耶 舞場感覺會飛了 好…這光是穿… 那妳就很會跳 真的 不是說真的啊 這鞋子一穿下去 感覺自己都會飛了 感覺妳穿跳跳跳 就覺得自己像舞庭高手一樣 還不錯喔 帥喔 有了耶 你看你一穿就像高手了 在舞池中的我 雖然只是一個 趕鴨子上架的新手 不過老師說我 可是100分了 只是這裡每一個人呢 都是高手 待會兒換我下場 不知道會不會鬧出個大笑話 我要退還是進啊 退 退喔 進一步… 好…來 你退 直到時要開… 對… 好…來 你不要緊張 好 我不要緊張 腳退喔 好… 1 2 3 4 天啊 我就這樣跟著一位 認識不到三分鐘的美女 跳起Tango來 順著她的舞步 我的心情呢 是既恐懼又害怕 恐懼被大家看笑話 害怕舞池裡不小心撞到人 還好啊 帶我的這位大姐舞技高超 每一會兒功夫 我的Tango 真的是跳得有模有樣 旁邊的人還不時給我鼓勵呢 好… 好… 舞場裡面眾多的舞者 對於我這位新人的表現 都鼓勵設地給我加油鼓勵 也讓跟著我一起跳舞的大姐 開心得不得了 這時我深深地感受到 國標舞的名人特色 因為在場上的人 每一位都是主角 很像… 是嗎 我不知道 我亂跳了 我覺得來這邊的話 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這老師實在太壞了 這教練實在太壞了 怎麼說 說要當我五敗 然後把我帶到了這個舞場裡面 結果自己居然給我坐在底下 看我秀 我看你跳得很好啊 真的嗎 真的 我跳到一招 跳到一招 跳到一招都都是我 你學到一招 我告訴你不要停 不要停 繼續給它跳下去 對 也不能怪我緊張 防流汗 因為我只學了一天 就要上舞場踢館 這種壓力大得很了 劉老師說得沒錯 國標舞是假實力的 有膽不一定能跳 要有真功夫才能下場 而這真功夫最起碼得花上 十年卻累積 說實在的我今天雖然是 要來體驗一個工作 就是當舞蹈老師 雖然我不夠資格 然後也沒有賺到任何的費用 但是呢 我卻看到了台灣另外一個 非常特別被大家遺忘的 一個無常的文化 所以繼續跳吧 跳吧 跳下去 來 這裡是西門町 西門町也是台灣 非常熱鬧的一個地方 西門町過去也是台灣 重要發展的一個聚落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密的行業 這個行業要看你才藝怎麼樣 另外也要看你嘴巴甜不甜 這個日收入可以高達上萬元 其實我今天找的這份工作呢 工作地點其實非常的特別 待會你們就會知道 在西門町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呢 逐漸的被大家遺忘 這地方是全台北 最熱鬧的地方之一 也是最多年輕人 逛街聚集的地方 但是呢 在西門町裡面 卻也隱藏了最多舊時代的回憶 潮流與懷舊在這裡和平相處 滿街的年輕臉龐裡面 卻總是出現幾張 歷經常常的面孔 他們來這裡不是觀光 也不是購物 而是找最單純的娛樂 老闆在嗎 老闆妳好 嗨 妳好 妳哪位 我是昨天有打電話過來 你們這邊應徵的 你是那個 你的名字是 廖慶學 我叫廖慶學 對… 你要來應徵當歌星喔 對…可以嗎 您覺得可以嗎 我自己也滿懷疑的 但是我聽說這邊當歌星好像 賺得紅包錢不少 是還好啦 現在不景氣之下是還好啦 可是你的外型好像 您覺得討喜嗎 我超討喜的好不好 討喜 我們唯一有一個男歌星 可是人家是又年輕又帥 你好像 你們這邊歌星的話 都是女生啊 我們幾乎都是女的 我們唯一只有一個 一個男歌星 一個男生 對 多用男生 另外一個男生就是我 確定嗎 這邊要不要取藝名 藝不藝名倒無所謂 但是一定要試唱 要試唱 沒錯啦 我可以先試唱看看嗎 勉強接受一下吧 好啦 拜託一下啦 莉莉姐 拜託… 好 聽聽妳試唱 我看那個 看能不能賺一些紅包錢 好啦 真的要馬上試唱 試唱是比較不會給紅包的 原來我來找的這份工作呢 竟然是歌星 而且呢 還是紅包廠的歌星 這個舊時代的燦爛回憶 在今天卻成為了 一項最神秘的職業 不過當我開口 想要在這裡助唱 賺點紅包錢 卻換來老闆娘 莉莉姐的懷疑 以及挑戰 看來這一次 我還真的是要撩下去了 黑縫妙路 過去大大聲 黑肉 只能可能會發生 死去 寶貝妳姐這樣真的可以嗎 勉強通過爸爸 勉強通過 因為最後一句歌詞唱錯了 沒關係 因為那個我會再好好背一下 好 那算你通過 真的嗎 伯伯可以嗎 伯伯我唱的可以嗎 伯伯我唱的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喔 我來這邊當歌星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會不會給我紅包 可以 謝謝伯伯 沒想到我這麼一唱 底下的伯伯們 還給我熱情的掌聲 頓時間讓我產生了莫大的信心 看來這份工作 我應該可以駕輕就熟的完成 不過莉莉姐還是給我潑了桶冷水 除了我忘記歌詞 是個工作上的大禁忌之外 她也告訴我現在的行情 已經不比以往了 紅包場這邊的時候 那些歌星 聽說業績好的時候 可以高達上萬元一天 紅包 你現在講的是紅包嗎 對 紅包 聽說曾經有這樣輝煌過 現在呢 現在講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以前鼎盛時期的時候 妳能不能描述一下當時的情況 其實頂線時期 我想要往前推到 20到25年前吧 那個才是比較頂線時期 那個時候幾乎每天是客人 那差不多19年前開始開放大陸 觀光之後 客人就慢慢慢慢的 數量在點上 那一直到現在呢 實在是不太好經歷 從事演唱工作已經20多年的莉莉姐 長期以來呢 就在這一塊她最熟悉的舞台表演 她告訴我們 最早的紅包場應該要回溯到1960年代 那時候許多的軍官將領 前來無事就會上歌廳找樂子 一直到了1980年代末期 紅包場因為客群 以休閒方式的改變 漸漸引伸到人們的記憶角落 繡場的人氣也就大不如前 雖然經營上不若往年的輝煌 但還是有一群始終的老顧客 會來為他們加油鼓勵 讓紅包場這個娛樂 不至於被現實淘汰 幾年前的時候 開始來這裡聽歌的 我記不清楚了 就是兒子 很久了 那等於是說那個紅包場 剛開始的時候呢 伯伯就已經來這邊聽歌了 80多歲的楊伯伯 是歌廳裡的熟客之一 幾乎每天都會來報到一回 對他來說 聽歌是他生活裡最重要的娛樂 一場聽下來 就能打發掉三個小時的時間 花不花錢倒是其次 許多跟他有同樣想法的老朋友 也都會和他聚在這裡來聽歌 也來閒話家常 你來這邊聽歌聽多久的時間 我聽過差不多二 三十年了 這麼久啦 這邊有開那麼久啦 沒有 四人丁嘛 不一定結一家嘛 對啊 沒有固定就哪一家店 沒有固定 伯伯待會兒你要給我紅包 雖然我不是女生 同場嗎 對 我在這邊唱的 為什麼 我的那個命名叫做 他們製作單位已經幫我想好了 叫做龍豪 龍豪 對 龍豪就是我 這名字怎麼樣 紅吧 聽聽唱歌就說吧 這位黃伯伯也是歌廳裡的老顧客 紅包場抵風時期的盛況 他也沒有錯過 近年來雖然因為景氣不好 但他說現在還是有一些紅台歌手 一個月能夠收到數十萬的紅包 但是要怎麼能夠賺到這些聽眾給的賞識 就得各憑本事了 我發現這些歌星 他們有一個動作 就是一進來這個歌廳的時候 都會跟他們自己的這一些聽眾啊 一些伯伯啊 他們都打打招呼 沒錯 其實我們這邊的特色就是 我們雖然是在台上演唱的演藝人員 但是我們會和觀眾 有直接的虛寒溫暖的接觸 不是像說現在那種偶像歌星 然後在台上 然後我們歌廳在遙不可及 連要跟他見個面都很難 所以這邊是可以直接在旁邊 跟他聊聊天這樣子 沒錯 虛寒溫暖一下 像老朋友 對 沒錯 這就是這裡很可愛的一個特色 下午兩點一到 這裡的早場準時開唱 30多位歌星輪番 登場接力賽的形式 完成了2點到5點3個小時 不中段的演唱會 規律解說這裡的表演者 每個人都只有唱兩首歌 大約8分鐘的演唱時間 要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賺到顧客給你紅包 就看你下台之後 花了多少時間 經營自己的粉絲群 尤其是資深的歌手 還都背負著一定金額的業績壓力 還得負責促銷店裡的茶酒類 社交的技術好不好 業績高不高就各頻造化 雖然我只是個剛出道的菜鳥 沒有業績壓力 但是愛面子的我 還是得先跟莉莉姐巧好再說 那我如果沒有拿到紅包的話 你會不會給我一點點酬勞 欸... 這個... 有一點困難 那我很擔心我待會兒的話 可能沒有人給我紅包耶 這樣好了 如果待會兒你真的都沒有紅包的話 我一定給你一個紅包 謝謝莉莉姐 隨著表演者不斷地上場 整個紅包廠裡的氣氛 也跟著熱絡了起來 莉莉姐手下總共有35位歌星 沒有底星 歌手們完全是靠紅包為聲 另外她也告訴我 紅包廠的經營呢 是越來越厲害 每天差不多只有五六十個人 進場消費 每個人收費是300塊錢的茶水錢 每個月營收大概有40來萬 但除了房租仍是水電的固定支出之外 還有給歌手的抽成 每個月算下來 僅能維持打平 有時候甚至還會虧錢 看著台上輪番上陣的歌手 每個都兼具歌藝以及舞台魅力 讓我看得是目不暇己 尤其這裡有許多身長不露的高手 一開口就讓人驚艷連連 他十八歲 他十八歲就才開始在這邊唱的 對 他在我們這邊工作 他十九歲真的 他很乖 每天很近 所以當初也是你應徵進來的 對 沒錯 那你為什麼會讓他來這邊唱呢 因為我認為他雖然年輕 但是第一 他的功夫很不錯 第二 我覺得跟他在聊天之中 他感覺像他蠻乖巧的 不像有什麼惡性的這種小男孩 所以我就覺得有怕 這一位僅有十九歲的小男生 是整個紅包場裡面唯一的男歌手 出道年資只有十一多個月 高中剛畢業的他 裝扮與一般年輕人沒有兩樣 但卻有著顛覆性的思考 選擇以傳統的歌廳 作為他演繹生涯的起點 出生是躲不畏虎的勇氣 讓他一開口就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 手上的紅包也就跟著越來越厚 十九歲的我的師兄已經下來了 他手上拿了一堆的紅包 我是非常非常的嫉妒 讚囉 學長好 我看到你這一些紅包 我說實在的我非常的厭 真的嗎 這太多了吧 這個三十個紅包有 我們現在有嗎 你最高紀錄的話 一個晚上拿到多少紅包 最高紀錄 有差不多要三十十四五十這樣 四五十也有 就是有客人來捧場的時候 一場喔 一場就拿四五十個 因為客人也要做業績 只要做業績 所以也會發 等於那個客人是發出那個 做業績的 展龍說得謙虛 但是捏捏他手上的那一疊紅包 數目可不算少呢 他說在歌廳裡面 雖然可以拿到不少的紅包 但還得扣掉聽眾所消費的飲料水果錢 也就是業績費 剩下的才是他的收入 招玩場唱下來 大約也只有千把塊左右 其他的姐姐都比他好得太多了 雖然每個歌手 都對自己的紅包數字 相當地低調 但在言語中 他們也透露出來 來紅包場除了要有歌藝之外 社交的手腕也不能少 否則聽眾也是會不滿帳的 我告訴大家 我現在看到人 我其實都還會害怕 你知道嗎 所以要現在叫我上台去唱歌 要我的命 我嚇到唱了不知道怎麼 好啦 我現在已經要 已經下一場要換我了 我現在要換那個 做秀的秀 其實在這邊工作呢 我覺得還 挑戰性還滿高的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你唱得好跟不好 一下的觀眾馬上就感受得出來 然後人家覺得你行不行的話 那個手上的紅包 你馬上會知道 我七手八腳地換好了衣服 但心情卻沒有因為 換上了正式的秀服 而信心大震 腦袋裡的歌詞呢 也因為緊張而記得 李李朗朗 李李姐為了安撫我 還特地陪我上台 壯膽臨時我還得惡補默契 也許我會忘記 也許會等上你 也許你沒有 也許我 緊張又興奮的時刻 人生中我還是第一次體驗 現在應該會打出場 天雅在這滿坑滿土的觀眾上 就要獻出我人生的第一次登台演唱 雖然說像不像 三分樣 但是為了不讓待會兒發生 沒有紅包拿的窘境 這上台前 我還是多得拜幾個大富人家 伯伯 你好 我叫廖慶雪 你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這邊唱的 那你待會兒要支持我一下 要鼓掌鼓用力一點 有沒有準備好紅包 紅包有沒有準備好 等一下 待會兒紅包包一下 好不好 謝謝 伯伯 你要支持我 支持我一下好不好 待會兒紅包要包一下 穿著繡服走了一圈 這時候我才覺得自己 真的有點像田丁 只不過說了那麼多 會不會有紅包在表演結束前呢 都還是個目之所 所有這個金色年華的所有的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這邊當歌星 所以待會兒麻煩各位叔叔伯伯阿姨 給我多多的捧場 多多的鼓勵 然後紅包麻煩準備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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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曾經說過 如果有一天 我將會離開你 無傷 我會有淚滴 讓我有如何如何的名字 在此下 我怎麼能走 我怎麼能走 還從一些回憶 您瞧 我才剛一開唱而已 這一個個的紅包 就不停的往台上給送來 沒幾秒鐘 我手上就有一大疊的獎賞了 這樣直接用大方的鼓勵方式 讓我彷彿吃下了定心丸 炫爛的燈光聚集在我身上 配上了這迷人的音樂 讓人更覺得捨不得離開這舞台 也許呢 這就是紅包場最神秘的地方了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動 非常的感動 太重風了 對你也很好 而且謝謝叔叔伯伯阿姨們 對我熱情的鼓勵 所以從明天開始呢 我每天下午四點會在這邊出場 不會吧 好 歡迎你再加入 好 那麼現在舞台要交給你 真的嗎 對 你要有勇氣 很鎮定 很順暢的把歌唱完 好 沒有問題 我希望我接下來不會唱的走音 然後希望所有的叔叔伯伯阿姨 一個都不能走開 好 分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賺得夠多了 你看 我有跟你說 來這裡問紅包場唱歌很好賺 你只要嘴巴夠甜的話 那就可以賺到很多 太多了 還有五百塊 你看 你看 有夠多甜味 你看 天啊 沒有想到 這麼簡單的兩首歌曲 就可以幫我賺進這麼多的紅包 每一個呢 都是聽眾們對我的肯定 透過大紅色的裝飾 帶來的效果 直接又令人振奮 最少也有三四個吧 這樣子拿下來 你要是每天這樣拿的話 很開心 就是一場如果都這樣的話 一天就滿多的 很輕鬆 總共唱四首歌 對啊 對不對 總共唱四首歌 可是我們這邊也有一點 業績的壓力 因為每個人的演唱時間 所有業績的那個多少不一樣 那你會不會擔心說 因為這個 這邊只要 現在你知道 你實際上很多年輕人 會唱歌 你會不會擔心說 很多人跑來跟你講飯 不會 不會喔 因為年輕人 年輕人不會來 雖然我是剛出道的菜鳥歌手 拿到的紅包也不多 但是照這樣的行情 看來我一天只需要上班 二十分鐘 就能夠有一般上班族的價碼 紅包廠的經營 雖然靠的是老顧客的支持 但莉莉姐透露 遇到天氣不好 老人家也不會出門 夏季呢 雖然是他們的旺季 但其他時間就很難說了 有時候還得看天吃飯 沒想到這樣一個有趣的行業 卻沒落在今天 許多的年輕人 對於紅包廠 總是抱著負面的觀感 但其實這樣的秀場文化 代表的卻是台灣的 另外一種生命力 當浩哥已經不再被視為 酒油行業 許多人透過電視節目 議員歌星夢 帶有歷史意義 以及台灣文化的紅包廠 更不應該被遺忘 許多的明星在這裡被發掘 也在這裡成就了他們的傳奇 怎麼當我坐上雨呢 我覺得比那個賣便當好賺多 其實如果一天好賺也知道 好幾萬 好幾萬 一天啊 一天好幾萬 紅海的 哪一個紅海 今天有沒有來我不知道 真的有 真的如果生意很好的話 因為他們都會把一萬塊定成一圈 花圈 然後把它掛上去 那可能一次就好幾十條這樣 你剛剛為什麼沒有告訴我 叫他們把這些弄成花圈這樣子 很少人用一百塊定花圈 那要用多少 一千塊 一千塊弄花圈 一串就是一萬塊 它可能一天就好幾串 這驚人的紅包廠魅力 讓我聽的是瞠目結舌的 當年一直千金會紅顏的豪氣 在這裡變成了傳奇故事 雖然現在的行情 沒有過往的輝煌 但資深的歌手 平均也能達到一分鐘 好幾百塊的收入 早知道這個紅包廠 領到的紅包是非常可觀的 甚至有一些人的話 它可以領到金塊金條的 金塊你有拿到嗎 我沒有 我是從頭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過就對了 就是有人動金塊這樣子 手錶或者是珠寶之類的 但我沒有 少來了 我剛剛看到你在台上的時候 也是金光閃閃 從事歌唱事業二十多年的 王青芳出身於空軍的 南天義工隊 之後也陸續待過夜總會 以及鋼琴酒吧 出過兩張唱片的他 走過紅包廠最光輝的年代 用歌聲交換知己 我看到這邊的姐姐都很漂亮耶 然後來這邊的這一些 顧客客戶 其實呢 大部分又以男生為主 那會不會有歌迷 為了你們這些歌星呢 爭鋒之處 不會啦 因為通道如果說 五百我一間 那可能有可能就是說 我今天請你吃個飯會 我送給你什麼禮物 送我還是那個客人 就是我送客人 那客人為了就是說 不讓我們歌手吃虧耶 他就說你是一份情侶 所以他就加倍的夢想給你 是這樣子 除了在紅包廠 除了有經常歌購的王青芳之外 另外像田露露 背心魚等 目前也都在這裡 與這些歌迷朋友玩相聚 因為有這些歌迷的鼓勵 以及支持 他們才有繼續唱下去的動力 不過唱了二十多年 他也看著老一輩的觀眾 慢慢消失 每一個空道的座位 都是一個告別 西門町的紅包廠 讓這些愛唱歌的歌手 有了另外一個發揮歌藝的地方 鼎盛時期 不僅歌手日盡抖金 連樂手也得趕場卡鉗 你以前有看過那個鼎盛時期嗎 鼎盛時期 我在民國7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國籍兵 然後每一場幾乎都是滿的 你要包紅包給客人 都還要排隊才有 排隊進去拿紅包給客人 今天我這樣子下午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邊人已經夠多了耶 一千年前 你說連發紅包都要排隊 沒錯 從以前到現在 樂手就像是紅包廠裡的旁觀者 看盡這二十多年來的繁華 阿斌老師說以前的歌手 一個月算上十來萬不是問題 遇到生日一晚的收入 更可能破百萬 但隨著景氣不佳以及客群流失 現在平均每位歌手 大約僅剩下三四萬元的收入 而每一個紅包背後所看見的 都是歷史的歲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呢 我來到這一個 台北市最豪華最高級的 舞廳歌廳 最主要是歌廳來這一邊 當歌星 當了一天的歌星 我賺了不少紅包耶 好 來 我算一下 二 四 六 八 十 十 二 十四 總共拿到十四個紅包 好啦 這些紅包的錢呢 我們也會用這個 金色年華的名義呢 捐給相關的事業社輔團體 謝謝您 謝謝 2009年的夏天 我闖進了一家舞蹈教室 在旋轉中 我看到了舞者的淚水與犧牲 也看到了風柔與成就 這流傳半世紀的國標舞 讓台灣重新站上了國際舞台 也讓這五十多歲的娛樂 開始變成潮流 對這些愛跳舞的舞者來說 能跳舞就是最快樂的事 只要還有力氣 他們就會一直跳下去 2009年的夏天 我來到一間燈光炫麗的紅包場 在醉人的音樂聲中 感受到站上舞台的魅力 也感受到收紅包的那種 直接又快速的感動 這新盛十多年的娛樂 在今天卻慢慢的要被淡忘了 樂聲依舊 底下的觀眾卻慢慢凋零了 對這些愛唱歌的歌手來說 能唱歌就是最開心的事 只要還有聲音 他們就會一直唱下去 我 我在體驗 我在體驗人生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行業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工作 在體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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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體驗人生